我咬就是在龍潭三河裡的那個三河文創園區裡面 大部分都是咬就是陶藝的咬 就是可以DIY也是可以自己創作 你當初怎麼對陶咬有興趣 我在陶咬就是看到客家電視台 然後我發現說現在的人的生活比較枯燥一點 所以說我就去那邊參觀 就愛上那個地方 和友那個地方 所以你就買下一塊地開始種是不是 對就是在那邊就落地生根下來 所以你等於是在那邊玩陶藝 那咖啡就是意外 然後發現陶藝以後 又發現在地有非常多的咖啡宿 都沒有人管理 那有一些老農就打電話到龍潭的農會 反映說他家裡有種咖啡宿 但是他自己沒有辦法做處理 然後他希望說有人去做這一塊 所以你就後來又接手了很多老農家裡的咖啡宿 對 所以他種的不多 但是都是在 在非常的那個自然的環境裡面生長的 所以他不用刻意的照顧 自己就會生長得很好 不用 那我就在那邊就是希望說回歸自然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原始的方式 不用電力 不用機器 完全靠人力 來做這個咖啡處理 咖啡的處理過程 對 像這樣的話 我覺得又可以健身 又可以聽到這個咖啡 所以這個沙沙的聲音是非常療癒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方法也是一個好方法 所以等於你是 比較本業是算這個逃逸的一個體驗就對了 對 所以說現在就是說 有空的時候 就捏逃逸 那 該採收咖啡宿的時候 就來採咖啡豆 因為他的採收期很長 等於你是隨機採就對了 也沒有一定的產量 就有空就採 對 沒有一定的產量 等於是存興趣 對 所以你是希望大家到那邊去做陶逸兼 體驗一下咖啡處理 對啊 因為現在的人的生活 比較無聊 這個就可以提供他 一個很好的休閒方式